中央民国的大赛已经趴了 所以说 必须要 台湾必须要解放 没有一国两制这种和平的余地了 没有什么优惠了 靠内的优惠妥协 这是儒家的一个 虎朽的儒府的思想 要用法家 我要用法家 要用法治就叫做立宪 川普 我回头提交 我可以把我的一个 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治理台湾的方案 给北京提出来 北京马上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了 将来还会要政协代表大会 政协代表大会 我要去参加 我以民主党主席的身份 我以中华共和党的身份 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我将提交 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 要对症下药 台湾现在的中华民国的宪法 从根子上滥掉了 我们要重新来修法 来修建 要它一个可执行的 有尊严的 能够维护台湾是一个中国的 法律的国家 我们也可以请 奥巴马和米歇尔 来做我的助手 也可以请拜托 你们如果在这里有空的话 也可以来 也可以请大陆的专业 也可以请世界的专业 我们另一个 具有中华民国对的 有这个特点 中西文化合必的 一个新建法 或者是叫基本法 或者是叫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省自治区 因为台湾省自治区的基本法 因为它有一个总的法 里面总的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或者是 也是中华人民宪法 是中华民国的宪法的延续 因为你现在 你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的宪法 已经被陈水扁 被蔡英文 被李洞会一次次的糟蹋 践踏 撕毁 八强咬完了 他是中华民国宪法的绝募人 绝募人 就是说 叛徒 这个一打头 一个在这 所以说呢 他是中华民国的叛徒 整个来讲 包括现在中国国民党的很多人 都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叛徒 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旗子 就是新的未来的一个旗子 大家可以看这个旗子 就像有 南地红还有五星红琴 五星红琴 我就是这个旗子上的一颗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北斗星也好 海盲星也好 我们就是 大海就是一颗星 就是国际上的一颗星 我来台湾 以这个 以这个这个 以这个中华共和党主席这个身份 把台湾这个人民这个建设事业搞好 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如果我这个 如果还能活十年的话 我会把台湾 建设的比讲英国实体还要好 因为我是 这个不是因为 因为什么 你有什么本质 因为我和郭台铭一样的 我们是深圳改革开放的开荒牛 是坐拥者 第一个 我是参加的是国企的改革 我是在社会工业区 时间就是金钱 效益就是生命 这个还有一个 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这个口号是不是我们听出来的 没有我们的改革 哪有 哪有那个 国产品呢 我们是主体 是国企 国企的改革 是个主体 我们是社会工业区 带着 带着 全国都带 我们采取这些识别 全国后来都跟着它来学 后来我又是第一家中外核资厂 就和美国 就和美国这个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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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产品和工业器体公司 进行核资 我是核资厂的总经理助理 也就是中方的一个总经理助理 这个是和美国合成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 乎瓦博利产的 气体供应线 供应生产线 所以呢 我就搞 在美国学习了这个 企业管理的流程 流程管理法 就企业管理它有一套法律 要遵守一套法律 就像我们一个国家 它为了国家 要有个秩序 要立宪 后来我们就懂了 这个企业呢 不是一个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是 今天这个厂长想干什么 明天想干什么 现在 现在 现在那个 川普呢 川普总统呢 很像一个家族企业的老板 他把美国呢 当成自己的家族企业来做 在经营 所以说呢 这个当中呢 作为企业家 我同样也是企业家 我听着呢 缺乏章法 缺乏流程 这个企业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呢 提出毛病 执疑 你这种管理方法 就是家族企业的管理方法 你在家族可以行得通 但是你作为一个大国来讲 就不应该这样子 等一下 我这个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了 你看他这个 好了 就这样子 好 没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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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可能手機傳給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時間長 它就會有些故障 我那時間可能 時間到了太未大了 所以我就今天 就簡單地講到這裡 共和兩個字 我希望共和黨的同志們 要了解共和 所以說給人民的利益謀福利 就是做好人民的公共利益的事情 作為我們一個黨 就是要去考慮到 不是我這個家族 不是我這個支持黨的利益 是一個更擴大一點 不但有民主黨 還有共和黨 還有黨外的一些無黨無派的人 是吧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因為我想告訴川普總統 因為我給美國人民起了一個名字 叫做福桑 因為我將來我要爭取 我去管理台灣的時候 我要把一些 你們覺得台灣的人好不好 如果台灣的人好 我就把一些台灣的人送到美國來 共同建設美國 讓他們到美國來投資 讓他們在美國來生產芯片 把一些好的企業 拉到美國來 成為一個 在這裡安盈紮寨 在這裡成為一個建立一個自己的存在 你給一個台灣工業區也行 中國台灣的工業區也行 然後我們建設再吸引一些勞工 我們還可以在墨西哥 在加拿大 在拉丁美中 我們把這個戰略 這個叫戰略轉移 我們就把台灣的一些人租送到美洲來 美國、北美、南美、拉丁美洲 我們就把這個戰略的轉移 專門投資 我們可以再貸款一些項目 我們幫助美國 你看很多的馬路的道路建設 已經很成就了 機場 還有包括一些基礎建設 還有一些什麼呢 我們也會帶來一些中國華的文化 你們不是喜歡蔡英文嗎 我們 將來我培養的 中國台灣人 要比蔡英文的培養的那些 民進黨那個台獨的打的那些騙子 叫一個詐騙犯 要好得多 我們第一個 我們就在台灣內 我們給台灣 如果我去的話 就給台灣另一個年號 叫做立新 從此以後 我們重新做人 台灣人要重新做人 你如果認識到了 回國了 我們讓你重新做人 回頭算 立即通國 其他的呢 我們要走這些人 到美國來 到日本來 到歐洲去 全世界各方去 我們就管這個行動 叫戰略轉移 叫做中度不商 而美國呢 我給年號 從中國下一屆總統的年號是什麼呢 年號叫扶桑 中國原來美國叫扶桑 那麼現在就是名副旗子的扶桑 因為你有個名號 我們就大家就好做了 我們大家往里面來 就是到哪兒去啊 到美國去 到扶桑去 不再到美國 所有很多地方都 都叫呢 但是我們這個計劃 就像一帶一路一樣 我們跟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不一樣 如果一帶一路是往西走 我們東陸扶桑是往東走 這叫兩隻腳 我們有兩隻腳 一隻腳往西 一隻腳往東 我們用一隻左手 一隻右手往西 一隻腳往東 這個我今天簡單的 把這個問題就講得上了 為什麼要立年號 立年號叫明正元孫的歷史 重新的開始了 就像日本呢 它有個年號叫令和 我們今年是令和的第二年 我覺得日本這個年號呢 很好 那麼台灣也有個年號 中華民國也有個年號 叫民國多少年 一百現在零七年 一百零幾年 就是這樣的 我們將來 在台灣有個名號 從我開始 做去叫 立新多少年 立新多少年 台灣重新做人 就是重新做人 台灣重新做人 重新做一個 常常正正的中國人 常常正的中國台灣人 我們這個黨 叫做中華民族統一共和黨 是為人民的利益而服務的 我們原來叫做以進大同 走向共和 以進大同 所以呢 就用這個 我們採取立憲制 在儒家當中呢 我們尊重法律 奉發者強則國強 奉發者弱則國弱 國家沒有長期的強大 也沒有長期的軟弱 過去台灣很軟弱 以後台灣很強大 我去了以後 一定會很強大 台灣人民放心 我會把我的一生 余生 我的 我的一生的積累 我一生都在做這個事情 我一生都在做就等待出現一個蔡英文這樣的人 我好把蔡英文給拉向我 沒有蔡英文 我把蔡英文 我這個條件 其他的時候 這個這個 陳立憲的時候 管我叫大陸有利能事 李登輝的時候 李登輝跟我父親一樣大年齡 一二三年了 李登輝 他轉門外長 我跟他說是幫你幫助國家行政 他沒有說 他說是特殊的國語國關鍵 李登輝時期 我都給李登輝就寫信了 我給他組織主義 不是兩國論 是方與方的關鍵 大方以下小方 得取小方 小方以下大方 得取大方 對著 兩者各有所欲 大者一為下 那時候我多少歲啊 說得更早一點 中國改革開放 是哪一年啊 1978年啊 我是1974年給毛澤東寫信 提出改革開放的具體建議 要第一個要解放經濟路線 那是26歲的我 還沒有結婚 第二個要把技術 這個科學技術搞上去 第二個生產管理要搞上去 然後勞動效率要提起來 因為我在保濟石油缸工廠 那是我是八年的紅棋手 所以說呢 紅棋手就要表現先進嘛 紅棋手就先進共產黨 共產黨 就是把國家當成是主人翁 可是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我是台灣人 怎麼一個台灣人能夠做主人翁嗎 我就寫問 我這個提出一個問號 我能夠和一般的大陸人能一樣嗎 我就給毛澤東寫信 我要求平黨 要求我的人權 要求我參政議政的權利 我另外我跟台灣 那個時候1974年 我提出解放台灣 必須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1974年大年初一亞 我跟毛澤東提出的 如果要想解放台灣 實現國家的統一 就必須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你沒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你沒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解放台灣就是一句空話 毛主席聽了 毛主席聽了批那個什麼 就發動了批鈴批鼓運動 我們要批鈴批鼓運動 批鈴批鼓運動就是要解放思想 儒家文化是什麼 就是要你保守 溫良無減讓 讓你不要過分 要聽什麼事情都要聽 皇帝黨 都要聽上帝黨 就要做奴才 做奴才不要做奴才 要分量儒家思想 中國現在是奉行儒家治黨 要廢除百家 独尊儒素 這樣 那個時候 就是毛主席就告訴我 以後要用法家來治國 我現在 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我 就是給毛主席 他爭一口氣 要用法家來治治理台灣 要用憲法來治理台灣 這是我給台灣人民的一個打一個招呼 就是定海神針 我給台灣人下了一個定海神針 我爭取讓中華人民共和人民代表大會 通過我這個解決台灣問題 依法治國 把從台灣 過海駐軍 貢獻家園 振興共和華的一個計劃 十六次 同行同國 後來這個 你知道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樣 他也陳水扁說了一句話 收到大陸一個有利人士的人 他提出了 事不宜沒有 陳水扁就打交道了 馬英九給我打交道的更勤 他比較正式一點 給我寫著很多電子郵件 我還會和馬英九 陳水扁交朋友的 他們也是我這個情義的老師 到了台灣以後 如果 陳水扁承認他是中國人 我就把他特色了 現在沒有人敢特色陳水扁 我敢特色 只要他為 新的 就是為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台灣省 自治區 做出新的貢獻 內心工 我就特色陳水扁 這個 可以團結 一切可以團結 這點我都能團結 你包括你蔡英文 你只要你放下頭盜 認罪投降 你放棄你的財務主張 我把你派上給國來 代表了台灣 搞個開發區 我跟特朗普說 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 向蔡英文學習啊 他怎麼呢 騙術啊 你可以向他學習啊 你可以拜他為 拜他為 這個 假法律博士啊 你可以向他 學習一些法律 他是怎麼樣的 把一個 中華民國給砸爛 他是怎麼樣的把這個 他是怎麼樣變成台灣的絕母人 他是怎麼樣變成台灣的絕母人的 好 謝謝大家 你看 一人超過 各位拜 公拜 我們現在呢 看一看這個 這個呢 就是我跟台灣 將來就有這個 這個 執行了統計以後 這一面旗子 另外這個是日本的年號 叫令和 令和 令就是令月 就是 令月就是現在 春天的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就叫令 現在就叫令月 然後和 就是這個 這個 天氣呢 這個氣很 祥和 所以日本就很重視這個和字 我是共和黨 我也重視這個和字 那就這樣子了 今天晚上我就講完這個 我就覺得很 大家願意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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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